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回到新一集的《港马公律》 今个星期又继续跟大家讲血统 今期跟大家讲哪一种呢? 都是这些新血统 今次讲的就是《圣免皇冠》 没错 也是澳洲一个近年比较新兴的董事 上期跟大家讲过演艺焦点 很早熟的 很快来 在香港也开始受欢迎 那《圣免皇冠》又怎样呢? 《圣免皇冠》跟演艺焦点比 好像都一样那么厉害 甚至他自己本身的成就可能更高 没错 其实他在两岁跑两场已经赢了 没错 比起我们上次讲的演艺焦点 那个竞赛成就更加高 因为他到三岁再赢了两行一级赛 分别就是南域坚尼 和另一场就是金玫瑰錦标 现在跟大家在看一段影片 就是南域坚尼 这段影片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我们血统论 看史云尼斯那一集 就出现过的了 没错 因为史云尼斯就是里面的蓝衣服 跑第二的高多芬那件衣服 是的 你看到他都有一些硬性 回来还要打下去先 可以过到两只对手 那当然他是抛掉后面的马 即是其实反映到那只马 根本就是可能千四又行 千六又行 甚至乎他在之后的玫瑰江坚尼 跑二千个场 他都上名的 没错 这只圣免王军 其实他自己本身的徒程 实际性都挺广泛的 那两岁那时候 那两场就赢了千一米 然后去到三岁 其实已经开始发展到千四千六 甚至连二千米的玫瑰江坚尼 都可以上到名 那或者都可能有少少跟他父系 就是街头 街头触角有关系的 是的 因为街头触角自己本身呢 他就是美国的一代泥地王 那么 赢过肯塔基打比 卓华士禁表 这些都是千八千九 二千米的马 没错 其实遗传了他老爸街头口号 街头口号 其实都赢过二千的 更厉害 是的 杜拜世界杯 没错没错 所以 这些就是 圣灭王冠他就变成是越跑 就可以有个长力 就像阿威说 而他在玫瑰江坚尼那一场 其实那个第三都不是很差 因为他输给福定来 然后 都赢了史运尼斯 又赢了史运尼斯 甚至蒙古黑汗 都输给他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他的范围 那当然是厉害 配出来都不差的 是啊 现在我们 圣灭王冠在全球 最好的子智 首选一定是花刀教主的 这只高多分的马 有多厉害呢 他就是帝国玫瑰錦标的冠军 也都是 我没记错 就是 像树大赛的冠军 好像是 是啊 他说的是出赛21次 是 赢了8次 3次跑第二 就是你想想 还要是这么高的奖金 他说的是 那只花刀教主 因为我们直播呢 我直播是有变过他的 有有有有 都赢得是几千 翠尼洛 而且高多分 这些大马旁的马 就是他配出来 那个血统固然是漂亮 因为他下线了 是 那变到呢 花刀教主 那个成就真是不错 看回《圣面王冠》 是 其实你会看到 他在路程那方面 大家 都好像是 又是跟《圣面王冠》有些似义 他的适应性很关键 是啊 因为他帝国玫瑰錦标 就没记错是1400米的 没错 像树大赛是1400米 是的 所以特别是 就是像树大赛那一场 其实他 就是这只花刀教主 都赢得非常出色的姿态 那看得出他那个 陶程的适应性都很关键 那 除了花刀教主之外 另外一只 都是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代表姿志 就是 新加坡的人爱之心 那这只都大家 其实见过不少一次的了 那是新加坡的金杯民主 也是打比跑第二 那他自己本身的赢跑路程呢 更夸张 1000赢到2000 那个适应性都很广泛 是啊 那究竟来香港那些 是不是又 是这一回事呢 那香港现在 就是暂时有四只马来过跑 那除了松草天风 退了亦之外 那么 剩下的三只 原来全部都已经赢了马的了 没错 那由最短途的 就是由短途的阳明冠着 赢到中距离的冠宝区都可以的 是啊 是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是2000-2400 是 揚面冠着1000 是 但是大家不要不记得 其实圣面皇冠初出的那些就是1100 是啊 所以其实就是 圣面皇冠一字一字 应该可以这样说 就是初期是跑短途比较好的 但是慢慢跑下去呢 都会有些长的根据的 咦你这句对白有点熟口面 怎样 就是初出跑1200好些 就是成长了可能四岁之后呢 跑那些1600甚至1800都一样可以的 是啊 这句对白应该大家都经常在这个电视里听过 我知道 那当然啦 我们经常都说 那你也是有时候要看一下下线的那个血统 没错没错 他决定的那个强力的 那但是 圣面皇冠他本身的特性就是 他越跑又有机会越长 嗯 那就是譬如说冠武区 冠武区已经是 是的 慢到中距离 甚至来将会 就是 就是 刚刚初上战阵不久 那只刚刚好 是 都是由1200跳上1400都已经立刻赢到 所以呢 他的这系码呢 没说哪一个路程特别厉害的 反而是 应该要看一下他那个 那个岁数时间呢 是 他那个成长期在哪里 是 那可能如果成长期是 四岁熟一点点的时间呢 嗯 大家可能看着那些1600 1800 但是如果他刚刚来香港 没多久 就是可能刚刚好 就是他刚刚来了 真的 那可能是1000 1200 1400这样起步 所以是应该要根据他的岁数 而去定他的路程是 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 嗯 甚至其实圣面皇冠的母系家族那边 都有不少是中距离打上 因为他没有是Crown Glory的老爸 就是Dang Hill 然后他本身那个家族 都是有很多跑中距离比较好的 甚至你会见到 我不肯定我没有看错了 是 他会见到有沙标的名字 是的 有沙标 那沙标自己本身都是赢澳洲坚历 和玫瑰江坚历跑得好的嘛 那那个长力根据就非常有在了 没错 尽管看下 就是圣面皇冠 在香港的指示 日后会不会有机会再漫长一点 因为在外地呢 就真的可以跑到2000 2000流上的 是的 除了他讲的路程方面 其实你看到这些马都挺耕跑的 那么当然退役了那些 就是有点不幸 是的 但是其实 你看看外国的指示呢 都算是耕跑 他自己都跑到五岁才退役 是啊是啊 其实比较内战一点 就是不像说一些 他是算比较来得快 但是也都那个高峰期 他比较多久一点 不像是一些 就是我们经常 谈家一演 打击属于什么一发型那些 是的 一拐就用光了 例如那些什么Smart Smiso那些 其实都是类似的 是的 都是一眼的 就是过了之后就没有了 没错 没错 所以就是变成了 这些就内战力强 加上 又很快会有表现的 就会更加受欢迎 甚至他们的图程式影响又够广泛呢 是 他这些 泥地应该都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在说街头口号 街头触角 街头触角 都是泥地马来的 是啊 两个都是 譬如肯特基打比 杜拜世界杯都可以 但是香港呢 暂时 因为草地太畏畏 所以不用抛泥地 曾经我记得好像 我不肯定 好像是阳明观着 好像有试过泥地 没有啊 其实没有 没试过泥地 那看看日后 如果要适马 转到泥地发展的话 大家可以多加留意 看看会不会有些好的成绩 似乎泥地色彩都很浓 是啊 当然也是要看下线 因为香港下线那些 可能美国血源不是太重 所以才不跑泥地 但是它其实是谷草都可以的 让名观着一人谷草一千的 也是 那么 起码不用担心 它的涂程适应性 或者是场地的适应性 是啊 所以它和演艺焦点 也有点相似 演艺焦点 真的集中了在短途 是啊 但是 盛面皇冠呢 就可能真的 路程会阔一些 路程会阔很多 但是 好像两只马在香港 那些子字起步 都挺好的 起码真的 每只都交到表现 大家都知道 有些血统呢 来到香港 那名字很大的 那名字很耳熟能长 但是跑出来 通常都能住赛 那些什么私人之星 那些 跑也都不懂得赢 或者很辛苦 懂得赢 甚至乎 你在说名气大到范高 来到香港 都不是很好的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的 是啊 海都之星有马来过香港 更加不行 也是不行 始终就是那个 那个性能和性能 澳洲马始终比较近 香港的场地环境 那个竞赛模式也像香港 是啊 是啊 所以这个性命亡官 其实他本身自己的服役也很厉害 配出来的子字的成就 也都开始慢慢上升了 已经越来越好 那 看一下 在香港 有没有好像我们 譬如上一期说的演艺焦点 一样 和一些摇影星空 越来越多子字 在香港 造成一个大的家族 没错 那希望他成功 嗯 没错 那我们今集血统论的时间 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和大家说一下新血统 如果大家有什么旧血统想听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们说 是的 或者如果是我听习惯了我们说澳洲 想听我们说一下欧洲血统的 都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没错 那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下期再和大家见面了 拜拜 拜拜